陳櫻姐 身體狀況還好嗎 陳櫻姐 陳櫻姐 而且她手發上說得很清楚 其實剛好在這個路上 如果你們看到那個車子裡面 全部是嘔吐 其實她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可能這個出門這個顛簸 其實對她來講 現在都是身體很嚴重的狀況 69歲陳櫻姐搭球車入桃園旅間 許長得曝她唯一心願哭了 偷我偷有夢 忘掉的夢 歌壇大捷大 陳櫻姐的嗨嗨零星 來到一個頭老生空隱 她曾為愛悲債 因為賣座歌曲還清七年債務 結果後來捲入詐欺官司 擁有高達兩百萬的債務 官司禪生十二年 今天69歲的陳櫻姐 現身北檢準備入獄服刑 神情憔悴不乏意 你都希望在很大間嗎 菱姐是不是有話想對粉絲說 大家都很關心 她有中度的阿斯海默症 高血壓 糖尿病 她現在都沒辦法自己打理 自己料理自己 法院給她機會去面對這個事情 如果有機會 有生之年還可以賺到一點錢 第一筆錢一定會還給債務人 這是她的一個希望 其實剛好在這個路上 如果你們看到那個車子裡面 全部是嘔吐物 其實她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可能這個出門這個顛簸 其實對她來講 現在都是身體很嚴重的狀況 由於陳櫻姐中風後 生活仍無法自理 家屬希望能申請保外就醫 但檢方問訊後 仍決定發肩執席 陳櫻姐 身體生活還好嗎 慘幫陳櫻姐寫歌的音樂人 許常德在開庭期間 出來幫忙買藥 透露陳櫻又吐了 連身分證字號都忘記 私下和陳櫻聊天常規打槍 心同失智了 還要坐牢 希望大家好好記住陳櫻的歌 許常德也在陳櫻 入間前一天發文表示 她曾問陳櫻想要什麼願望 她的回應卻是在做音樂 而非現實的錢 律師 律師 醫生等等 許常德帶著生病的她 進錄音室錄歌幾乎是邊哭邊拍 愛上一個人 卻要一直等 等到路燈 一路行到清晨 愛上一個人 卻要一直恨 恨我一生 總是成全別人 每回原諒都說後悔 了解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